228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天气也转为湿冷 市区的运动中心 因为大多有室内的运动场 就涌进了大批的民众 想来消耗这两天 假期所吃进的大鱼大肉 所以不管是跑步机 还是羽球场几乎全部额满 像是新装的国民运动中心 今天的入场人次和平常周日相比 就增加了两成左右 昨天天气很好 然后就去北投 然后就吃炸猪排跟那个咖喱饭 哇 是有没有这么怕胖 这位小姐连接受访问 双脚还是踩不停 228连续假期大吃大喝 怕肥肉上升赶快来运动 跑步机全满 踏步机全满 还好还有一个室内操场让你跑 不过双跑道上也都是人 希望可以人少一点 这样跑起来比较轻松 平常都在学校操场 然后今天因为下雨 所以在室内 有人干脆盘坐在角落听歌 等人潮散去 时冷下雨天 大家涌入室内运动场 想打雨球也得排队 之前有遇过全满 如果等太久 就会不想打 就去跑步 如果不预约应该是没有位置 因为上面都有人在跑步 以新装国民运动中心来说 雨球场3月1号 只有178人来打球 3月2号至少有250人 一般中日平均使用人次相比 增加不少 还有室内跑步场 3月1号只有129人 3月2号至少300人 使用人数比其他中日人数 明显较多 拜三天连续假期所赐 今天人是至少成长了大概 一成到两成左右 跟一些健身房的设备相比起来 我们算是物美价廉 运动中心大多位在市区 收费又比坊间健身房便宜一半 下雨天 收假日 成为市民甩肉好去处 明镜需要您的方子黄启豪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头 谢谢大家